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說的是恩尼姐姐繼續炮轟中國好聲音 竟然火燒到誰?謝霆鋒和王菲 說完說,竟然說到那裡那麼遠 究竟發生什麼事? 說得很激動,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他說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炮轟好聲音 現在我看到很多媒體 不寫中國好聲音 全部都好聲音 即是沒有了中國兩個字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罵還罵,沒有罵國的 害怕人家紙索罵為 他的節目只有中國好聲音 他現在全線香港各處新聞變成好聲音 是沒有中國的 不是叫中音 不是中國好 現在叫好聲音 那當然了 這麼容易被你搞到 把中國兩個字在頭上 搞到這麼醜的醜聞 每個人都去罵一份 今天會說一下為何關謝程鋒和王菲事 順手說他們收多少錢 頂留藝人 又說埋沒良心 連環發炮 恩尼終於找到他 在種田以外的一些使命 Coco 哭訴被侮辱 錄音流出 軒然大波 有空跟你說一個時間聚 讓你們可以重溫一下 什麼 發道歉嗎? 道歉信 中國好聲音 說什麼 近日 浙江港電集團 關注到廣大觀眾和網友 對中國好聲音節目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 我們會認真傾聽吸收 督促節目製作方努力改進工作 並對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表示感謝 中國好聲音節目在2012年7月開播以來 有23位導師近千名學員登上好聲音舞台 他們的付出和觀眾的呵護 陪伴著這當節目一路走來 李文老師就是其中一位好導師好歌者 值得我們永記 我們清醒地看到中國好聲音節目 又不斷遇到一些問題 離大家的期待還有差距 浙江為事有責任有義務加強節目監管 履行好播出平台職責 同時督促節目製作方上海撐星文化傳媒股粉有限公司 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 在節目製作中設實維護公平公正 讓每一位參與者得到尊重 針對大家關心的問題 浙江廣電集團將以負責任的態度進一步調查核實 並真誠歡迎廣大網友和網友監督 再次感謝大家 浙江廣電集團出來發聲明 因為副導演那個叫紐妮 網友說不是獨立是獨離 我們有邊讀邊 不懂得自獨 紐妮被起底 網上傳出其家族財紅勢大 瓜爺是上海製片廠首任廠長 有聰明的網友說 五仔你真是 你是喉舌 一定是有份的 唉 你猜我先知道嗎 我看到你這樣提 我現在都忍悔說 幹嘛 這些節目不能亂說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不是跟你說中國好聲音 現在還可以報 跟你解僱完了嗎 還有一天還可以說 我經常說 有網友聽到的 五仔很厲害 他們心水清 真是說中友 當然 你喜歡聽就聽到一個面子 你就是在聽中國好聲音 你聽不到的就聽到別的東西 不知道你聽到什麼 家族為中國好聲音 製作公司燦升的股東 一個副導演 連身為總導演金女夏決定時 就要請示她才能夠發辦 再加上拿英的姐姐拿申 被指逼學員簽不公平合約 恩尼再次在今天 即是我錄音的22號 就炮轟 Facebook發文表示 楊國瑜 孫不孫有你 兩心有得能 不好意思 恩尼姐姐是寫錯字的 我確定她寫錯字 披人有多披 她寫多了一畫 是的 土字做筆 就是壞字 土字做筆 下面多於一字 那個字 我找過了意思 就不是那個意思 那個意思 解茶杯 每人說人是背 每人說人是背 意思是 其實她 你減了一個畫 你就知道 其實說壞人有多壞 有多壞 就是這樣 我猜恩尼姐姐 手快快打錯了一字 我開始想著 這字我都不認識你鬼妹 你鬼妹懂中文字多於我 應該就不是了 應該就是寫錯字的 恩尼姐姐 這件事其實都頗轟動 搞到她 這樣 恩尼再來 之後再流言轟 那些姓柳 姓娜那些 柳尼的柳 新的柳 發文說 我們不能動 投資方總能動 那麼大火 就動投資者 這樣 哇 發動 那麼大火 意思就是 大火應該是群眾群情洶湧 就動投資者罷 他們都懂得找位置入 其實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件事 你見過那些什麼辣 十小辣的出張圖 抵制他 抵制他 抵制他下架 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是的 不過是一個澳門仔 和一個是中國的情況 放大了來搞 另外確定柳庫道下獨首 即使你加上 在你家裡 在上海有十條街 都不夠你 跌到停牌 有沒有這麼厲害 跌到停牌 他說 中國好聲音的公司 他又質問 什麼時候 世界變得 冷呼無情 是非不分 什麼時候 一說什麼時候 我就說 什麼時候 突然變得出來 分是非 其實這些事情 一早說 不過沒有聲音流出 大家又沒有群情洶湧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找位置 好像肥媽 這些事情都會說 現在我覺得在印尼的位置 印尼沒有說錯話 看準的位置 按下去 什麼時候變得 那麼是非不分 從你沒有公開說 那時候開始 現在公開說 大家一起公開說 現在就是分是非 是是非 是是非是是非 之所以每天發文 是因為不想人們淡忘這件事 對 就是正確 之前的網友說 五仔繼續說 不要讓他停 一定要找個真相出來 還不是一樣 整件事 不過 人家的聲明 就沒有寫 與我們中國好聲音 同人無關 是的 那個是比較糟糕的 好 說一下印尼 在自己的Facebook發文上 繼續留言 說到王菲謝霆鋒 他還寫這樣寫 他說 謝霆鋒等於王菲 等於娜英 等於娜申 等於紐妮 等於資本商 他說只要是死黨籌怒 隨便給他們天天做 有沒有資格導師 重要嗎 他說當然 他說贏周杰倫一點也好 代表最紅 他什麼意思 他說這是印尼個人的看法 沒有得到任何證據證明他所說的是事實 這就是幫謝霆鋒包底的 你說他們經常輸一窩 你說謝霆鋒王菲拿英拿申 喂 唉 唉 印尼姐姐這句話是深的 有深度的 你真的 香港記者說 只是印尼個人的看法 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所說的是事實 我說 我說 資本商和柳尼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柳尼是那間公司的孫女 你當他是在幫忙工作 資本商就是廣告商 拿申是拿英的姐姐 拿英和王菲有什麼關係 知道嗎 麻雀腳 對 對 說的 拿英和王菲經常打牌 以前你有沒有聽過 印尼說這句話不是亂說的 但香港的傳媒說 這只不過是印尼個人的看法 沒有任何證據 人家這些聯想力都沒有 我不知道想怎樣 那你拿英和王菲是麻雀腳王菲 和謝霆鋒有什麼關係 那怎麼會沒有關係 唉 這不是等於 他用錯字 就是等於他上面打 哒人 根本不是哒人 他可能不是指等於 他可能應該打三角形 一個下一個 你認識我 騰症呝呱呱 他說 死黨酬勞 亂禁 他們每次都可以 有沒有資格當導師 是否重要 王菲,拿英 有 謝霆鋒唱歌 有沒有資格當導師 你覺得呢? 贏得周杰倫一點也好,代表最紅,就是錢 說周董收多少?多於他就好,就紅於他 說身價,這是他個人看法 但上面的關係鏈是有關係的 他說在台灣香港電視出場費少得可憐 買一件衣服也不夠,難怪那些傢伙日日回內地跑 有種衛生活就不怪你,有一種貪人香 那...港幣台幣不香,沒得香,是少 大陸的市場是大,整個黃老吉都十幾億罐 你只是一個賺一元,賣一個廣告 這樣分一千幾百萬,這又不是什麼多錢 對他們這麼大的市場來說 中國是一個大市場,這個... 衛生活不怪你,之前一觸高打船人 有人說誤會了他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他寫東西又不是這麼絕 不過你看到他的方向性是...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就不會說...寫得很絕,適合那種 不是啦 寫錯字或者什麼都有 港幣不要緊 大家...同路嘛 這期就說一下 OK的 我們當然站在... 正義的方向 我們為正義而說的 好啦... 再贊張柏芝乖女嗎 這樣就死了 你當然是說謝霆鋒 他贊得張柏芝 兩個... 這麼乖女的張柏芝你也不要 那會不會罵阿Jam 哈哈哈... 恩尼也是說的 恩尼表示當年頭等艙 被我勸告不要吵了三位 都有表示協議 尤其是柏芝 遞上一大串文字道歉卡 在紅館牽著我的手 聲淚俱下 我怎麼捨得再暗 都怪阿好者多罪 誰是好者 只是勸說 他變成鬧 確實人言可畏 太可怕了 讓我百口莫辯了這麼多年 百慈莫辯 我辯他打了個扮字 是不是扮呢 是辯 辯的辯 也是辯 不是辯 但是延至哪個那邊 不要緊 鬼妹仔 就是這樣 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恩尼也有話說 看看賺多少錢 你們這些人 經常說得很好賺 周杰倫 2800萬 是排第二 香港頂流歌手排第一 是誰 看看 有很多導師 謝霆鋒 周杰倫 黃力宏 李文 陳奕迅 那英 劉寬 李榮濠 周華健 等人 其實除了謝霆鋒之外 大家都有資格 你說唱歌 謝霆鋒真的沒什麼資格 老實說 你說擺板有型 但唱歌 謝霆鋒真的 不是這樣 很普通 不走音 沒什麼技藝 你女兒也可以 你王菲也可以 但王菲沒有份 原來 所以王菲等於謝霆鋒等完 他的麻雀一腳 介紹他們 網上流傳教育 表現最多的 不是周杰倫 嘩 這樣 因來講話 就沒有錯了 周杰倫 2800萬 謝霆鋒 3200萬 最高 謝霆鋒 謝霆鋒 是否這麼高 比周杰倫 你唱歌方面 真是一般 3200萬 謝霆鋒 難怪恩尼說 謝霆鋒 然後王菲 王菲 拿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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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懂事 他知道 有些事他知道 否則他怎會說到謝霆鋒擺頭 謝霆鋒哪裏值3200萬 都 有人覺得值的 有人覺得不值的 錢真的幾多 錢隨便給 你班人認識的 什麼什麼 總之比周杰倫 擺明 指向性是謝霆鋒 簡直是 周杰倫是2800萬 第三個身價最高 就是2500萬的王力宏 現在不行了 不能回去 接著 那些級別是同一個價 2500萬 樓下的全部統一2000萬 李文 陳奕迅 拿鷹 劉寬 2000萬一季 潘偉柏 汪峰 收1500萬一季 齊秦 收1100萬一季 這麼厲害 李榮浩 周華健 也收1000萬一季 周華健也找到 薛紫謙 李宇春 李宇春 楊 楊 收800萬人民幣一季 哈林 哈林 跟余程慶一樣 收500萬人民幣一季 他這個價格不能代表他們的身價 因為價目表上的導師是不完整 所以不能代表一切 但仍然可以看到每一個導師都是有價有市 中國好聲音已經播出11年了 第一季的導師和最新一季的導師 因為節目狀況有所不同 不能比較 對 你以前可能 不是 這樣的 你以前 你十一季 你以前未響過名字 你未有這麼多賺助 未有這麼多錢賺的 應該越新那些就越賺錢 就真的 這個就有道理 其實 但是 恩尼說話有沒有道理呢 他有他的道理 他也有他的道理 那 謝霆鋒這些值不值 其實如果你說到這麼賺錢 又不是一定是說資格的 恩尼姐姐 所謂的資格其實就是商業資格 商業資格的意思就是 他來參加 有人願意下廣告 你懂得唱歌是沒用的 你找 不要得罪人 我隨便說誰好 誰會唱歌 但是不夢 你找五仔去 也唱歌可以 應該比謝霆鋒好 但是 沒有人會放我廣告 最多是放我降頭 這樣就沒用 你的資格就是講個身價 就是那個人 謝霆鋒是可以的 雖然不會唱歌 但是應該會有人放他品牌的廣告 另外講一講 其實時間聚到現在 你也可以 咦 不是啊 有一件更厲害的 恩尼 哦 他之前的道歉 恩尼回覆了 就說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現在道歉太遲了 這樣 哇 東方還把他寫錯字 披人有多披 給他弄壞了 已經解讀了 他明知 免得你寫錯字了 這樣 哎 真是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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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看看線 時間線 其實這件事很久了 哎 真是 拿來炒作一下 大家幫忙 麻煩 對的 Coco 露斥賽果 賽制不公 這個第一波 這個第一波 罵完他 哦 原來他首先 你記住這件事 原來是Coco說 搞錯那八八點幾分 那七十幾分 又一進級 你說他不公平 然後他叫他上台演唱的時候 就玩他 現在的時間是這樣的 現場錄影呢 就摔到 是的 就是 開頭是 先是 Coco 犯罪 說他們不公平 然後呢 就上去唱歌的時候 就跌倒 就不被人扶他 那麼 哭訴錄音呢 就在Coco 辭世後呢 就流出的 是的 那麼節目組回應 就說 你這些這樣的錄音 惡意剪輯的 還把他的名字刪除了 然後好吧 你說什麼 但是股價是暴跌的 蒸發了過百億的 那麼後來 那些參賽者 個個出來爆黑幕了 他們說 是啊 我們出去扶他 不讓我們扶啊 哎呀這樣啊 又爆到 總決賽頭十名的位置 全部可以拿錢買的 金額超乎你想像啊 這樣啊 嘩 爆黑幕了 接著開始內地的網友 就抵制中國好聲音 浙江廣電集團 就出聲明回應 先 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大家一起動他 他才出聲明回應 接著有黃澤鵬 就發文 爆真相 啊 就說 關於扶不扶他那些 啊 再爆真相 那麼節目就開始抵制中國好聲音了 8月20日發出聲明 宣布節目先鋒1063 永遠不再跟中國好聲音合作 接著到韓紅出聲 韓紅一出聲 大家就知道事件明朗化了 因為韓紅本身年輕 都穿好軍服 很漂亮 對不對 中國好聲音 這個品牌 咦?十一年? 我以為也是十年 十年魔咒 十一年 都是差不多時辰了 時辰到了 那麼 月尾 月尾 接下來應該會更多大事發生 我今天分析得都相當詳細和清楚 自己讚一下自己 你都知道了來龍去脈 給個like 繼續支持我其他影片 拜拜